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秋天,台湾蓝树开花节子的季节 浪漫的一三九线,纵贯八卦山山脉的极顶 是彰化与南投的联络道路 这条路在经过围热山丘市集前 穿越彰化县芬原乡的大竹村 这儿是许文德老师成长的地方 经过拓宽的一三九线 已无法让人想象当年的崎岖 那时,许老师就是循着这条路 前往台中发展的 这个走出贫瘠土地的男孩 在异地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我退伍23岁 我24岁就自己当老板 小时候艰苦嘛 一心一心讲专题 绘画是除了经营与管理外 许文德老师的另一项天赋 这个凭着双手发迹的企业家 将工作上练就的修养 运用在艺术创作上 画出了个人的风格 以前都是自己在摸索 没有真正地去跟老师学 我退伍的时候 还没结婚之前 就自己都在画素描 从那时候就开始很喜欢 一直在画 到后来才跟我老婆去社区大学 就这样一路走来 我还很喜欢黑白水墨的墨色墨韵 我还觉得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 那个墨色是最漂亮 除了使用传统的技法及墨色外 许老师也尝试新的媒材 后来在画人物 为了凸显寒冷的那个感觉 就会特别加一件围巾 我为了凸显围巾的那个质感 我就开始利用胶材 亚克力颜料去呈现 水墨化 最注重的就是有那个硬味 比如说 我觉得是下一天就是最好表现 那个墨的硬味 我这个是参加新北市 拿到第一名 第一次是第三名 第二次就是第一名 就是少了第二名 一检林寺 一检林寺